好 我們這次繼續講到婚前的輔導 有些人說我都未必有機會做 但其實大家有沒有認識一些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有時十幾歲已經開始拍拖 你認識他的時候他可能對於婚姻戀愛 都有很多錯誤的觀念 所以其實有時他未必找你做婚前輔導 而是他們需要拍拖輔導 他對於婚姻的觀念需要輔導 所以這次所說 其實我們是有很多實際應用到的機會 尤其幫助很多開始對異性有興趣的人 更加需要教導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現在所說是講到婚姻輔導 但第一點是所有人都適用 即是說未婚的人 如果他有考慮結婚的時候都適用 就是尋求兩個人的婚姻是否神的旨意 尋求到底是否神配合 我們周圍很多時候會見到 即是有時有些人 那個人看著我 他看著我便笑 看著我便開心 很適合咬 很容易便會心動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人就會被這種感情所帶領 他看到我心動 哇 或者真是我們兩人一起 也很多時候 基督徒是會錯誤地 跟一個非基督徒結婚 我有一次偶然認識一個人 我很驚奇 很詫異 一個基督徒在旅行的時候 坐同一輛車 我們偶然知道他是基督徒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其實他問我的問題 他不是真的問的 因為他是 他希望我會認同他 他說 他說 我覺得 葛林德後書所說的 你們以不信的緣不相配 不要同富一握 不是講到結婚的 是講到做生意的 我說 這裡同富一握 婚姻是同富一握的最高度的表現 為什麼不是呢 他說 如果是 神應該要說明是婚姻 他沒有說明婚姻 即是不是一定包會婚姻 他就說如果這件事這麼重要 他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 很多姊妹都很痛苦 所以他們需要結婚 如果神真的想他們 不要跟非基督徒結婚 他應該在聖經裡 清楚說明才是給他們指示 如果不是清楚說明 就不是 但是 經文很清楚說到 你們以不信的緣不相配 不要同富一握 而說到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交 基督和比列有什麼相和 就是說到神和魔鬼是無法相和的 而結婚是一個最高度的合一 但是當他這樣想法的時候 他並且不只是他想 原來是有些牧師搞他 他跟著他又有這個觀念 即是有一些教育裡面 就覺得不要緊的 OK的 其實這樣的時候 是造成很多的問題 很多人就說 有結婚總比沒有結婚 總之結婚都好 但其實在結婚之後就發覺 男與女已經很大分別 再加上信仰不同 再加上當他更加想跟從神 對方有很多的難助 所以這個是 即是原來在基督徒的圈子裡面 都會有這樣的觀念 也都很多時候 基督徒未必有這個觀念 不過他是身不由己 其實不是真的身不由己 是他進入了戀愛都不知道 就是怎樣呢 哇他墊一墊 回家就想想想想想想想 開始覺得 每天都想見到他 慢慢就自己都不知不覺 進入一種戀愛的狀況 其實呢 聖經裡面教導 就是用戀愛來 用戀愛的感覺 進入婚姻是非常危險的 即是說 我又喜歡他 所以我進入婚姻是非常危險的 聖經應該說是神的旨意的 在聖經裡面 師篇139篇第16到18指路講到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那一天已經寫了你的策上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 何等寶貴其數 何等眾多 即是說 我們的道路全部寫完 即是神在我們心裡有計劃 這個計劃 如果他每天都寫 應該是包括我們的婚姻的 或者是單身 即不是一定要結婚才快樂 其實很多人單身可以很快樂的 如果你接受的話是可以很快樂 因為你很有自由度 你可以去做你想著做的事 你可以侍奉神 是沒有難阻的 是你不需要那麼多牽掛的 是本來很好的 那但是呢 即是有很多人呢 即是心裡有一種 從大無人法接受 但當你接受的時候 是非常好 那神的計劃 無論你是結婚或者是單身 都是美好的時候呢 你就能夠享受生命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如果神在每天都有計劃 那這個計劃一定是包括細節的 即是每一天都寫在插相的時候呢 是包括我們結婚和哪一個人對象 是哪一個人是我們的對象 那有些人說 那不是信耶穌就可以了 信耶穌是可以的 不過呢 那個人是神特別為你設計的 這個人是最對的 但是設計不代表 就說你跟他結婚 就一定萬事全部順利 因為必然是 都是兩個要付出代價 都要學習的 但是呢 如果是神為你配合 是有他的原因 這個呢 就是最好 即是說 跟從神的道路的婚姻是最好的 聖經也說到 天怎樣高於地 照亮呢 我的道路高於你的道路 我意念高於你的意念 即是神有個路有個意念的 這個意念是最好的 所以他走在這個最完美計劃 是最好的 那也都有一些教徒見證 他說 直接是神和他感動他 會遇見這個人 雙方面都感動 收到這個訊息 如果我們真是 尋求神心意的人 其實 你的 如果你是 就是神為你預備的婚姻對象 已經在天上寫了 他走不掉的 你聽神話就走不掉的 那你可以安心的 放心的 不用急躁 不用不開心 因為他是寫了的了 你知道聽神話 自然去到那個狀態 但是我們都要預備好自己 一會兒會講到其他點 就是 預備我們成為適合結婚的人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我20歲 即是適合結婚 最多25歲 不是年齡的 而是我們生命的質素 叫我們預備婚姻 好了 當有兩個人有興趣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 就是 怎樣尋求神的心意 第一個部分 我會講到這個 就算有個人說 我們下個月結婚了 牧師 麻煩你和我們做一個輔導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婚禮 我依然會問他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肯定 這是神的心意 去尋求神的心意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的時候 就算到最後一秒鐘 牧師準備在問 你是不是願意 娶他為妻呢 當你發覺不是的時候 當然最好就不是去到那一刻 才發現不是的時候 都好過你一秒鐘之後 你一結婚之後 當你一結婚之後 在神裡面 神所結合 人不可分開 這樣的時候 真是大件事 所以 就算一個人臨到結婚 我也會問他這個問題 就算他很肯定 我也會問他 如果你很肯定 那就不要緊 你就會更加肯定 對不對 他不肯定的時候 就真的要find out 是不是神所預備 第一 就是在未結婚之前 兩個人都應該不停尋求 二人結婚 是不是神的旨意 就是每個人都應該繼續尋求 第二 透過討告 尋求神的旨意 神有沒有這麼回應的認證 就是神會回應 因為神有答應我們 誰經歸夜話 夜話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神答應了 第三 透過傳道和其他乘數基督徒的認證 即是說兩個人如果是神所配合 其他基督徒或者傳道人都會發覺他們兩人真是很配搭 就是看得到他的生命質素各方面都是神所配搭的 其他人的認證 有時候說 很多人都反對 一定不是神的心意 又未必的 你解釋給他聽 為什麼我們覺得是 讓他們都討告 有時候人的直覺 直覺覺得不是 譬如假設 有個人喜歡一個異族的人 不是中國人來的 有時候有些人直覺反應 嘩 娶一個 黑人 嘩 娶一個 印度人 嘩 不行 這樣會直覺反應 但未必不是 這個要尋求神的心意 但有時候有些人直覺反應 不行的不行的 這樣 這是神可以印證的 第四 透過人兩個人的相處和處理問題的過程去印證 是不是相配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不是只有兩個人 都 就是 祈禱都很平安 兩個人都說是 那 看兩個人的相處 因為譬如他每天都吵架 那你真的會說 他收信息的時候會不會收錯 因為為什麼呢 他兩個都很心急結婚 他每天吵架都說不要緊 結婚就會好 有很多人有這個誤覺 結婚就會好些 他對我好些 因為結婚 是不會的 是結婚 通常來說 如果有問題 是會更加大的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所以呢 亦都是他們的相處 怎樣處理問題 第五 透過討論兩個人的生命目標的過程 去認證兩個人 是不是相配合 就是說 他們討論關於人生的 一個 哇 我很想宣教 一個說 我最重要是安居樂業 這樣的時候 兩個是不同方向的 這樣就要去尋求 到底這個是不是 神的心意 好了 第二件事 了解為什麼想結婚 可以問他 為什麼你會想結婚 你對結婚有什麼期望 有些人說 我想找一個人照顧我 這個目的 他就覺得很好 但可能對方未必覺得好 原來你娶我 就是想我照顧你 你就是希望有一個 飛融 是不用 只是給住食的飛融 就可以照顧 那是否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或者 我覺得他很漂亮 所以我結婚 哇 那他不漂亮的時候 你還不結婚呢 還不結婚呢 又怎麼樣 到底他是 什麼原因 事實上 很多人結婚 他說 他真的很好人 聽起來很好 他真的很好 我看到他笑笑 都很甜 他真的很開心 我和他一起很開心 他說的全部是他得到什麼 他全部是沒有說到我 我的期望 我在婚約裡面 是見到一個好的家庭 互相相愛 有些人 其實很多人結婚 是沒有想到我付出什麼 只是想我得到什麼 當你自己想得到什麼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自私的目的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 聊天的時候 譬如很簡單 譬如幾個女生一起聊 你在拍拖 他很帥 他很帥 很多 muscle 很溫柔 全部都是說 那個人怎麼樣 很少說 我和他在一起 我真的覺得 避愛 我也很想對他好 很少說這些 覺得這些 太過高超了 人當然是看樣子 看他的表現 但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很飄浮 為什麼呢 樣子是會改變 還有人 一時吸引 將來未必吸引 所以 引導他們 你有沒有想過 在婚姻會付出什麼 你對婚姻期望 你有沒有想過 你想付出什麼 你會怎樣對他 你會想過 你在婚姻裡面 怎樣養 你是不是想見到一個好的婚姻 第三個 就是解釋聖經的婚姻觀 我們之前都說過 我現在簡略地說一次 婚姻就是離開父母二人成為一體 就是說 不再是父母做了主 而是兩個人 他們是獨立的過體 雖然他們愛父母 孝順父母 但是呢 就不是說 結婚之後 媽媽說我 你要快點生兒子 你不生兒子 他沒有孫抱 那就是媽媽說 媽媽說什麼 那時候 他就是 他就是 即他呢 在他的夫妻關係 有媽媽在上高 聖經也都說到 是神做配偶幫助 這裡說到 是做的妻子 是配偶幫助 丈夫 但是呢 由聖經的觀念 是彼此相愛的 所以這個幫助呢 丈夫也都幫助妻子 是互相幫助的 但是當然 很重要就是說 如果神給這個丈夫 有一個託父的時候 這個妻子是應該 幫助她 成就這個神給她的託父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 成就神的計劃了 而第三呢 就是丈夫為妻子 好像基督愛教會那樣的 就是這個呢 其實很多 因為男性的弱點呢 就是難一點去愛的 我們今天在門訓的時候 都說到 就是男性多數呢 在追求的時候呢 就很喜歡 就會做一些事情 想令到個女孩歡喜 但是呢 當她結婚之後呢 就覺得我養你 我又做工 那我已經是愛你的了 就很少想到 那個關係的建立 就是很多的妻子 都覺得是困難的 所以呢 在未結婚就已經解明了 你結婚 你是想著愛對方 如果一個男性的話 她說 我結婚我就是想生兒子 那時候呢 她要考慮一下 她是不是 她是 就是 好像現在那些金譜 有些真的很搞笑 就是 你的豬婆呢 就很多隻豬 在那裡 就是 我覺得很搞笑 如果真的 有個 有個 剛剛結婚的新娘 然後收到這樣的禮物的時候 我不知道她的感覺是 她的感覺是 她要戴而已 有人戴 有人戴 我知道 我知道有人戴 不過有些人肯定是不想戴的 就是覺得 好像她是豬婆 就是她的公用就是豬婆 那她是不是就是 只是想這樣呢 因為她想愛她 我想愛她 對她好呢 好了 而妻子呢 因為妻子的責任感強 所以變成有時候 就會很想管 也都會 有時候呢 責任感太強 就好像掌管她的丈夫 也都呢 我們今天都談過了 就是 太太總是很難去做一些事情 好像說 就是 未結婚的時候 就會很開心 看到對方 會笑 會 做一些事情 是令對方歡喜的 我們先說 好像先 Angela的分享 會不會見到 丈夫馬上跑過去 親她一口呢 那有些覺得 親不下 很難喜歡她 因為她真的不太好 那時候 婚姻是會有困難的 所以這個 順服呢 其實丈夫也是順服妻子 真的願意去愛她 而妻子也願意順服丈夫的時候 她的丈夫真的會改變 Angela 就是很快的 她的丈夫改變 是多久的時間 半年 半年 是 那就是主日神感動你 有半年的時間 關係就改變 那有些人說 不是啦 我那個特別差些 她那些都有點希望 但是呢 其實 她就算是很差很差 有些很好 有些那麼差 都有些少改變都可以 你每天都看到她 你都會做一些好事 你笑 對著她笑呢 她總會有些改變的 你一路對她好呢 她總會有些改變的 那所以希望 我們大家都能夠 去順服 妻子順服丈夫 妻子 和敬仲丈夫 但是順服丈夫 不是代表 丈夫呢 就是做一個霸王 同一個伸腳 坐下 好像吩咐一隻狗那樣 這個不是聖經的模式 聖經的模式 其實聖經也都說到 是彼此順服的 所以呢 就不是一種 好像奴隸式的順服 而是呢 妻子學不要做巴渣的人 不要做一個長氣的人 而第六那裡 針言呢 就說 要使你的全員蒙福 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 是講到一種喜悅的關係 令到對方蒙福的關係 你有沒有心想令到對方開心的呢 蒙福的呢 令到他歡喜的呢 而第七呢 就是神配合的人 幫他分開就是你 你打算跟他結婚 你就不再分開了 這個是基督徒的戀愛觀 基督徒的戀愛觀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他說 我試一下拍拖這個 又拍拖那個 那時候呢 我們要教導 基督徒的拍拖觀 不是你試一下誰 試一下誰 你是尋求神 當你有神的感動 最好呢 我其實覺得健康的拍拖 最好是怎樣 是有組長 或者教會的傳統人 他們有這個感動的時候 告訴他們 他們為他們 都覺得有可能性的時候 他們才開始更多的交往 可能有些人說 他次序好像倒轉了 真的很難 不知道怎樣 但是這兩個人 他祈禱的時候 有感覺 其實人與人相處 是會有感覺的 當你每一次見到他 你都覺得很舒服 他又覺得他對你有好意 這樣的時候 不過很多時候 那些人找我們不是這樣的 通常他都說開始了 我都沒有試過 我試過有的 有人說 我對有一個人有些興趣 不知道是不是 那他就找我 那我就跟他聊天 就是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 基督徒就不是我好像 我自己去找 而是神感動我 然後呢 在這個戀愛裡面 我們都在中心這個戀愛 一直沉頭神的心意 如果真的不是 我們就分手 但是這個過程 就不是好像試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基督徒的戀愛觀 好了 那第四呢 就是 教導和輔導 去建立他自己 成為理想的配合 意思就是說 我想幫他 那一方面是教 另一方面是輔導 你可不可以成為一個這樣的人呢 那這個理想的配合是怎樣的呢 跟神建立一個 充滿愛和喜樂的關係 當你在愛的聚會 一路親近神 享受神 有沒有覺得 親近神真的很好啊 很舒服 你會喜歡神 你也會經歷到神的作為 就是有這種的生命的基督徒 是很不同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拍拖 而對象是 和神關係很疏忍呢 我都鼓勵你找我 或者找你的祖長 找一些人去幫助 以至呢 他的靈命可以提升了 第二呢 就是隨時愛人 和祝福人的心態 就是說 一個真的想結婚 婚一好的人 是必然有一個愛人的心 祝福人的心的 如果他未有呢 他要學習這個 就是說 不是你夠年齡 你就應該結婚 而是你學到愛人的 第三呢 一起讀 尊重婚姻 覺得健康的婚姻是重要的 願意去愛伴 就是覺得婚一是重要的 我要努力在這個婚姻裏面 去愛對方的 第四呢 一起讀 懂得處理情緒和內心細分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典型的 如果大家看電影啊 看小說啊 都會見到 或者實際生活 都會經常見到的 就會見到很多事情 很多扭計 我也曾經聽過 有一個女傳奴跟我說 你看看那個女生 開始扭她 就是他們兩個有關係的 就是已經開始有 這個愛情的關係 如果不 如果普通的男女 不會扭的 就是開始她 未必真的戀愛 有時候開始扭 就很熟 就開始扭的了 但是呢 就有一個模式 社會模式是怎樣呢 戀愛呢 就是要扭一下計的 就是好像 好像又很愛心啊 很正面 好像不太好玩啊 就是要扭一下 不肯的 為什麼要這樣啊 不行這樣啊 很醜怪的 就是比如說 之類的 這樣的說話 就是覺得要扭一下 其實這些樓便舒服一點 別的樓 你都管我啊 因為她經常都不會理我啊 你又不找我啊 覺得這些是一些令到關係比較好玩 但其實這個不是的 當一個人他經常都要拔著戀愛 作為一個安全感的地方 其實有問題 他本身是一個安全的人 平安、喜樂、開心的人 然後他進入婚姻裏面 這兩個人就會是健康快樂 但如果有一個成人都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戀愛 這個又扭了 你不和我一起我就死了 我說很煩 我不見到你又煩了 如果不見到他又煩 即是說他自己不能夠一個 他自己獨立的生活 當然一起是好 但是不見到就煩 就有些問題 所以是要學習處理情緒 所以就不是說任何人都應該進入戀愛 是他必然有一個健康的情緒的生活 第五 一起讀 有健康的潛意識和自我形象 很多人想結婚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他因為沒有安全感 家裡經常被人說 於是他很想找一個地方 他有安全感 但這個未必是好的 有時候有些男生又覺得很好 為什麼呢? 他現在很依賴我 因為他現在家人對他不好 他見到我就很歡喜快樂 他就以為是好 其實你也是好的 當他有這種不健康的自我形象之後 的時候 那個關係 即是有些人以為 他很健康 他說自我形象不健康的 我愛他不應該令到他很滿足嗎? 不是的 他會怎樣呢? 一個自我形象很低的人 當你愛他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真的愛我呢? 你看看那個人 你有時看看他 是不是你喜歡他多過我呢? 你其實是不是真的愛我 我這麼多事情不好 其實你都是假的 他會有很多懷疑 沒有做的時候 又說 你都不理我 這就是一個缺乏自我形象的人的情況 所以 一個準備戀愛的人 是應該學習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然後才進入戀愛裡面 他的戀愛是會更加 更加蒙福更加開心 但是這個 常見的戀愛裡面怎樣呢? 這個禮拜又不開心 因為 他又好像沒有打電話 下一個禮拜 他又說一句說話 又不合聽 又哭了一段 再一個禮拜 又不知道什麼事 又哭了一段 就是有些人戀愛這樣 過個禮拜都哭了一段 整天都很憂愁的 就是說他 如果不斷要拔著這個關係 來尋找一個陀 的時候呢 他就會很容易不開心 這個男生都很辛苦 一會兒又哭 又想要死 又要整天哄 不斷哄哄哄 那個情感哄哄哄哄哄哄哄 他的戀愛關係本身也會建立他的靈命 第六 樂觀和喜樂 樂觀的人 一個開心的人 是人人和他相處都容易 但事實上這個社會很多人都不樂觀 因為沒有教人樂觀 經常都說 不行的 哎呀 那些人是害我的 那些人對我不好的 經常都想一些不好的地方 還有 第七 明白 男女的分別 就是男 你期望我男的 好像女性那樣認識 即是跟你有心的關係 是不會的 你是引導她的 你要引導她慢慢 她會跟你有好的溝通 即是 男女相處是很少 即是 男性都有的 有些是真的有好的溝通能力 但很多是比較在溝通上 是沒有那麼敏感 沒有那麼體重關係 所以這件事是要女的 接受男的 不像我一樣的體重關係 都可以的 即是你不要期望她變成女性那樣 她不會的 她總是 她會體重事業 體重她做的多些 不過她在追女生的時候 追女生是一個事業來的 她追得成功是一個事業 所以那時她很緊張 但一結婚可能她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她要明白這個男女的分別 而男女又知道女性的責任感 所以她有時就會長氣一點 開始的時候就沒有那麼長氣 玩的時候 但是慢慢長一點就開始會長氣 結婚就會更加長氣 但是如果她越是做到她想的事 她就沒有那麼長氣 那也可以大家溝通 大家知道那個分別 還有她的情緒是需要聆聽的 很多男性就說 嘩 結婚是這樣的 經常聽她說 男生覺得沒什麼好煩 那要煩就打球 看電影 游水 開心 男性是這樣的想法的 為什麼要這麼煩呢 為什麼要說這麼久呢 說來說去 就是聽不明白她說 為什麼這麼煩呢 很小事而已 聽男性來說 覺得很小事而已 這就是知道男女的分別了 另外呢 繼續說 懂得怎樣聆聽 欣賞人和與人溝通 就是這個人 為什麼成為一個適合結婚的人呢 就是她懂得學習 聆聽 欣賞 與與人溝通 這件事是多數人都不懂的 這個世代多數人溝通是什麼 責人 踩人 笑人 甚至兩個人都會笑過 好像你這樣 這麼肥 唉 隨口 譬如我一次輔導 即是一班人一起教導的時候 那個丈夫就說 唉 我們有時出街很晚 因為她是油灰水 那我說 你在說什麼呀 化妝 但是你覺得 你太太聽到油灰水 你覺得她有什麼感覺 我想她都是覺得不喜歡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名詞呢 就是很喜歡用一些典義的名詞 第九 董德鎮又以人用和平的方法 處理問題而不需要激動 因為世人就覺得有問題就要發脾氣 懵枕 但其實不是一定的 就是很多人總是 大家我想搭車或者過關 都會周時見到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就好像 小事就非要 就是那個錯誤的觀念就是 要吵架就能够處理問題 吵惡的那個呢 那個就贏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第十了 一直同 董德在地拒絕或被傷害時 內心仍然平穩安靜 能平靜地處理問題 也能祝福對方 這件事情可以說 其實不只是結婚 其實這裡這麼多的樣子 都不是只是結婚的 是我們日常生活都是這樣的 一個人很容易受傷害 是很難一起很難相處的 其實我在服侍主 我經常都發覺 服侍主不難 服侍人難 因為那些人是會怎樣呢 人家有些做得不好 他又會開始很多不開心 很多要求 對於人總是有要求 當有些人有些什麼問題的時候 又不想說 但心裡又生氣 又喜歡說給別人聽 就是人與人的問題 實際上是搞到一塊漏的 就是很容易搞到一塊漏 我真的很想跟從聖經的教導 《馬大福音十八章》 是有問題就處理 變成正面的 有愛心的 平和的 但是人總是會 混合這些東西下去 即是說比較 這個人是這樣 那個是這樣 他這樣對我 這樣不公平 就是總是有很多的要求 其實我很多時候會收到一些人 對我不公平的方式 但我覺得不公平是他的問題 不關我事 他對我不公平是他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受影響呢 因為我生命實在太寶貴 我不應該受影響 所以他怎樣都好 我就照樣做回我的方式 就是祝福人 不受人影響 但我又會聆聽 那這個就是一個健康的 事實上很少人 是能夠這樣 好了 好 接著 未結婚之前也有一樣的 一起讀一下 第一 同心尋求兩人結婚 是否神的旨意 若不是神的旨意 或一方想停止關係 大家贊成和平地分手 有些人覺得 哇 面貌是這樣嗎 但我們不兒戲 這個就是說 要尋求神的心意 如果是就一起 不是知道不是 就和平地分手 兩個人仍然可以留在同一個小組 或是同一個教會 多數不是的 多數一分手就要離開教會 多數人一分手就覺得 哇 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戀愛就是find out 是不是兩個人 是否屬於神所配合 當然的過程是認真的 不是好像試一下糖 這個好吃 那顆好吃一點 這顆好吃一點 不是試糖 而是真的認真地去嘗試 你真的覺得這個人 就是開始戀愛的時候 如果這個人真的跟你結婚 你會和他結婚 有些人說不會的 不過現在先玩一下 那你就會 就是貂徒就不應該戀愛的了 是真的想著可以和他結婚的 但是發覺真的不行 這樣的時候就和平地分手了 第二一齊讀 不會對其他異性發生興趣 這個就是戀愛的時間 都不可以有另一個關係 第三 兩人都建立對對方的愛 是建立的愛 愛很多人的誤解是甚麼呢 例如那首歌 為什麼我喜歡你 因為你是漂亮 就是漂亮 那我就愛他 那這種愛就不是真的愛 愛是說我對他好的 我會令他開心的 做一些他歡喜的事 第四 正面或有愛心的話來溝通 就是怎樣用正面的說話 第五 用正面態度言語來處理問題 正面的方法 第六 在婚前 不要有任何親熱的行為 因為一旦有親熱的行為 就會陷在罪裏 就會有內疚 女性對於親熱和男性是不同的 那我坦白跟大家說 我在男校讀書 我有一些男生 當他拍拖時 聊天說甚麼呢 他跟那個女生進展到甚麼程度 他注目就是關係 注目在兩個親熱的程度 大家很多時候說 那時候我們學校每年都有跳舞會 我們是男校 請女校的學生來 就會說跟著跳舞會他們做甚麼 總是講那個關係 男性那時候就會很注目在身體的接觸 怎樣再進一步進一步 而女性的看法 多些是覺得這種是愛的表達 當然女性也都一樣可以進入情慾 但他第一樣想 就不是像男性一想就想到性關係 但男性就算第一晚認識一個人 都可以立即進入性關係 就是大部分的男性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父母那麼有錢 那麼好的出身 又在讀大學 應該很正經 一樣可以犯罪的 所以兩個人不要有親熱的行為 我就鼓勵在戀愛的時候拖手 女性來說覺得擁抱是很溫馨 但男性來說的確是會有性衝動的 在擁抱的時候就會有性衝動 在接吻的時候也會有性衝動的 所以當我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當他有這種性衝動的時候 他很容易會做錯事 很容易會有性關係 亦都我認識 即是有時候很驚訝的 我認識的 即是我以前曾經牧養過一個子妹 我很驚訝 後來我很久才知道 原來他之前已經有性關係 以及代了胎 我完全一滴都不知道 即是說去到那個程度 即是有時候人就以為 以為他都很聽神的話 怎知道可以去到一個這樣的程度 當然他悔改的時候 神都射臉 但這個在生命裡面 是留下一個不好的記憶 所以我就鼓勵大家 但這件事必然那個年輕人 兩個人他有這個心 即是說我體重神的生命 所以會這樣做法 第六 討論愛的心態言語和行為 我們之前都講到 即是說讓他明白 怎樣是愛 怎樣去對對方好的 然後呢 第一就是愛的心態 即是這種心去愛對方 然後跟著說話 然後有行動的 我們一起讀一讀 也都是討論他們有沒有這樣做 第一 真心看從對方 我想善待對方 真的覺得對方是很重要的 我們對對方好的 但當時人們在戀愛裡面不是這樣想 他有沒有疼愛我 有沒有愛我 有沒有對我好 就不怕我們真心對對方好 第二 有意有專注相處的時刻 大家留意到二五六七是藍色的 那個數字 這裏就是五個愛的語言 我選了四個出來 有一個我沒有寫下去就是身體接觸 這裏就是專注時刻 但我多加一點點 因為講到這個 第一就是愛 體重對方 和願意善待他 然後是專注時刻 第三呢 一起讀一下 聆聽對方的感受 雖然我們都加上這個 即是在溝通裏面 其中的東西 首先就是聆聽 第四 建立心的互相 支持和愛的關係 就是一個建立愛的關係 其實五個愛的語言都是建立愛 不過這個我就分開一點 第五 說恩賞愛和正面的話 這個就是愛的言辭 愛和正面的 第六 願意做服務性的行動 第七 願意送愛的禮為 即是 讓他們真的在那個關係裏面 是做一些令對方開心的事 但很多人戀愛 經常在那裡盤旋 他是不是愛我 他現在這樣對我 怎麼辦呢 即是經常都是這種反反覆覆 總是很辛苦 他是不是愛我 這個問題 即是以前我們有時 在那些小組裏面 有些女孩子在戀愛都是 每個禮拜都是這樣的 經常都說 哎呀 他又這樣對我了 哎呀 到底是不是愛呢 當然他不會跟我說 他跟那些組員說 即是說到他在戀愛裡面的痛苦 好了 然後呢 第七 就是請他們處理一些關係上的問題 我們其實幾次都有做這件事 就是請他們用你字和我字來溝通 當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讀黃色那部份 我想與你溝通一個關係上的問題 我們一起找改善的方法 好嗎 即是說 我們有一個東西想跟你溝通 想要處理一件事 我們找一個改善的方法好不好 就不要用一個 好像罵他或說他的方法 那麼在溝通的時候呢 盡量 黃色的一起讀一下 說出對方做得好的地方 對方美好的動機 有時他做得不好 不過他有好的動機 譬如他可能罵 然後一邊罵他 按他 但其實你按我的血都是好的 這樣處理 但是呢 說出 但你按的時候 我的確是不舒服 我知道你有一個好的動機 你是想我好的 好了 第四 就是需要時 只說對方做了什麼 或自己的感受 不說標籤或紅素性的話 即是說什麼意思呢 即是譬如說 當我打電話給你 你又不接電話 我就會有這個感覺 這個遊戲是清明人經常玩的 不知為什麼 失蹤我玩失蹤 又不接電話 就只是說 我打電話給你的時候 你沒有回應 那我就有什麼感覺 就不是標籤 標籤說你是老鼠 經常躲起來 你是什麼什麼 就是標籤 就好像給他一個名牌 就說他是縮頭龜 你是那個什麼人 這個就是一個標籤 或者是紅素性的說話 整天都好像石頭一樣 踢你一腳才可以動 好了 第五 一起讀一下 當一方說話 令對方不舒服時 輔導員就說 你剛才說了話 會令對方有什麼感覺呢 其實我這個輔導方式 是我自己創的 因為呢 通常輔導是怎樣呢 兩個人坐在那裡 跟著 講出 當然有其他部分 講正面 欣賞 那些說話 然後到處理問題 就問他有什麼問題 譬如說 男那裡講 或者女那裡講 比較多些女那裡講 就說 有什麼問題 跟著那個輔導人就說 OK 這樣你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感覺啊 好了 那怎麼處理啊 那個輔導員 就會一直帶著的 但這件事 是不會在生活發生的 因為輔導員 不會跟他回家的嘛 所以 他們兩個學習處理 所以你每次發覺 我是叫你們兩個去處理 就是他們兩個處理的時候 能不能夠找到方法 處理將來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的輔導的特色 就是說 就跟他說 你剛才說的話 會令對方有什麼感覺 這個是我說的 但是他兩個溝通的時候 就會去表達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會有些不開心的 去表達出 讓對方知道 第六 一起讀一下 當一方說出對方做的某些事 令他不舒服時 對方應該向他道歉 而不是辯駁 而第一方也接納 和欣賞他的道歉 那有時呢 當人去說 對方有做錯的時候 有時另一方就會辯駁 就會解釋很多 不是的 我不是這個原因的 我是這樣的 我只是習慣來的 不是真的這樣 我不是真的不管你的 我這樣的時候 他就辯駁了 譬如說 他說 你有時 我講一句話 你聽不到 你說的時候這麼快 也聽不到 這個是辯駁 而不是說 是嗎 我聽不到 你告訴我我何時聽不到 原來我真的有時都聽不到 人很難接受 原來我有時聽不到人說話 這個 的而且有很多人的問題 但他很難承認 他真的說 你說的東西我聽不明白 你說的東西 沒興趣聽你說的東西 就是這樣 能夠說出來的時候 不要辯駁 而能夠接受 這兩個人的關係就健康 如果 在這個婚前輔導 大家懂得這樣處理 他將來分後 他的處理就會好很多 第七 就是在溝通的過程 雙方必定要回應對方的話 而不是逃避話題 自我辯護 說一邊道理 反攻對方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講了這些 就是去處理那個問題 第八 當他學到什麼時候 就請他們在家裡 自己處理 這個就是一個 當時他處理問題的一方面 接著第八 這個就是溝通關於 將來面對各樣的事情 即是說在結婚之後 有什麼事情要講到的 第一部分 就是講到 淑靈生命和教會的參與 大家就討論了 即是在婚前輔導 都會講到 家庭聖壇 你們兩個人 能否一起讀經討告 有這個淑靈的家呢 第二 就是他們兩個 同神關係的差異 譬如一個很愛主 一個不是那麼愛主 可以造成問題 不是的 那怎樣呢 因為他很愛主 經常都說你不愛主 經常都說你不夠祈禱 另一個可以覺得很內疚 所以 怎樣引導對方 而不是好像 將內疚感給他呢 而那個 靈性沒有那麼高的那個 也都不是好像 去攻擊他 說他 就是 你為什麼經常祈禱 經常祈禱 經常祈禱 怎麼說那麼多 做什麼呢 就是 他們怎樣相處的時候 就在數量上不同了 第三呢 溝通侍奉 結婚之後 你會不會侍奉主 啊 會不會一起參與 某些侍奉 或者家裡成為一個侍奉的地方 讓他們在結婚之前都說好了 第二 因親關係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就是呢 分享 每一個人都分享自己怎樣被家人影響 就是家人呢 怎樣 他們的說話 相處 就是能夠正面去面對 那 就 有一些需要處理的傷害或者問題 就是有沒有一些傷害 有時候一個人呢 在自己的家裡 受了很多傷害是需要處理的 如果沒有處理好呢 他經常都會 經常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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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會很容易哭 很容易會發怒 很容易別人做什麼事都會覺得 他是傷害他的 而幫助 他們互相幫助去處理 就是說 如果知道一方是受了很多傷害 就會互相幫助 然後 第二呢 就是溝通 關於雙方家人的相處模式和處理方法 譬如 他家人是要控制性的 那我們將來結婚之後怎樣呢 家人要求要 譬如 要怎樣幫他們 服侍他們的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還有溝通 將來怎樣保持 跟雙方家人的關係 就是這些恩親的關係 那錢財的處理 兩個人的理財觀念 還有現況實際經濟 譬如有時 其實現代有一個問題 有些人欠債 是有時都很辛苦的 那這個是 現今的廣告 真的 還有那些借錢的機構 是害了很多人 都說 哇 你這麼漂亮 就是 見不到樣子就浪費了 就是 一定要 一定要買漂亮的衣服 化妝 都是說到 一定要 要借錢 借錢的時候 很開心 但其實 借錢 如果一個人 借了幾萬元 他將來要還的時候 可能還 雙倍 甚至三倍 這樣的時候 真的 那些數目是可以很大的 討論誰做家務 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討論兩個人 做家務的心態 這個情況 其實現在現代這個世代 男女有很多都不習慣做家務 那 尤其男生有些縱壞了 他又不肯做家務 那兩個人 做家務的什麼心態呢 就和願意對 服侍對方 作為愛的表達 你願不服侍對方 他未結婚 就會願意一點 那但是呢 如果你結婚才跟他說 我這麼久都沒有做家務 為什麼忽然要我做家務呢 如果兩個人真的肯 在輔導的時候都說 我願意將來做家務 那是很多的 就是有這種心 那討論 兩個人對於男女責任的看法 有些說 那男女就賺錢 他在外面賺錢 女的就是要回家做家務 那女的用什麼做工 都要做工 那我們公屋當然要錢 但是家務當然是女的要做 就是他又要上班 又要做家務 就是有些人的觀念是這樣的 那這樣的觀念的時候 公不公平呢 那誰做什麼家務呢 有些誰可以做 還有有一方不能做的時候 你願不願做啊 譬如如果對方病了 對方有些人做不到 你願不願幫他呢 這些其實呢 討論開 這個就是愛的表達 因為你做家務 你真的願意做家務的時候 是一個愛的表達 那婚禮的安排 首先這裡有一些觀念 婚禮應該是為結婚的 那些人不是為了炫耀的 但是這個世代很多人是為了炫耀的 還有呢 每個人做開都是這樣 很難不是這樣 第二呢 婚禮可以帶來很大的經濟 和安排的壓力 第三呢 婚禮可以帶來新人和家人的衝突 很多衝突的 正是說 人要離開父母 所以其實 人結婚是不應該 完全順從家人的所有要求 有些人說 哇 我女兒嫁出去 要一百米走才行的 就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是為了炫耀 我一定要請所有的鄉親父老 所有聖陳的 我認識的 全部聖陳 全部來吃飯 為什麼呢 哇 這麼多人 這麼多親人 我們的家族當然是很有錢 吃那些這麼漂亮的菜 但是呢 那兩個人可能負債 幾十萬的時候呢 真的很淒涼 那個又拿了利息的時候很厲害 所以這個觀念 好了 實際的討論 婚禮的籌備 誰負責呢 很多時候是女的負責多 因為男的也不懂 女的也不懂 但是因為女的更細節 所以很多細節都會留意到 但是誰做呢 有些什麼做呢 一起去做呢 應該雙方一起的 有幾大的規模 以及怎樣處理家人的意見 我這才說到不是家人控制 但是我們都要聽她的意見 為什麼去處理這件事呢 溝通關於婚禮的預算 多少錢呢 溝通女人對婚禮的期望 和家人對婚禮的期望 就是她的期望和家人的期望 我感謝主 我和Shirley結婚的時候 她的家人也很自由 我的家人也很自由 其實我已經是年紀都不小了 其實兩個都很自由 結果我們去了旅行結婚 但是我們回來呢 很簡單 就是最近的親人 我們就 我不知道是叫做 就是 兩圍桌一起吃飯 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結婚的衣服是怎樣呢 我們去到夏威夷 然後買了夏威夷衣服 即時買了即時 即日買 即日去 即日去舉行婚禮 即日就簽了錢 即是我們已經計過了 全部預算了 知道了怎樣做法 即日搞定了 是沒有預先的 甚至我 Shirley都說 她又不喜歡穿那些 鞋 或者一些婚紗 有人送一件婚紗給她的話 我以前還留起 我送給你 她說我不要婚紗 其實我們寧願是簡單的 我們不是做給別人看 我們就是自己享受 但我們那時候是很享受的 即我們就真的 自己想是怎樣 是怎樣 談論婚後的性生活 有些人說 什麼性生活都要說嗎 婚前輔導是應該說這件事 首先 就是應該有好的關係 性生活才會健康的 即性是另一件事 是有好的關係 你真是愛她的 而生理的接觸不單是性行為 而是日常的拖手 擁抱接吻 即是結婚之後 不是叫她現在做 結婚之後 任何的小動作 都是可以建立的關係的 那第三呢 這是一個事實 男性會看性行為是一個活動 女性呢 就是關係 即是男性在做的時候 就是一種活動 那就是一種 好像一種可以一種享受的 一種好像你玩的東西 享受的 女性呢 就害為一種關係 所以觀念是很不同的 而聖經講到 臨前七章四節到五節 就是講到 妻子無權 掌管自己的生命 即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 屬於對方的 那所以呢 在夫妻的關係 她就說 不要分房 除非是兩雙情願 暫時分房 不是要專心討過才可以的 那還有呢 第五呢 就是雙方談論 對於性的看法 和難阻 因為有些人呢 她的父母的關係不好 有些人對於性 是有一種懼怕的 那是應該拿出來講的 因為他們 知道這件事 是神所創造的 是尾線的 但是呢 在婚前呢 是不是要你玩 不是要你試的 OK 好了 給他們一些輔導之後 應該做的事 然後下一次輔導的時候 再見到 這個都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一起 他們來講 讀經討告 未結婚就有時有困難 那可能她在教會 或者在某些地方 是公開的地方去做 那就為對方 和互相的關係討告 有些人可以做在對方身上 因為他們未結婚 就是他們下一次要做的 那關心對方 愛對方 欣賞對方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第五 這個呢 就是結婚之後 因為我把那個鈔下來 那但是呢 拍拖的人 戀愛的人 都是應該有約會時間 可以是見面 或者是不見面的 就是沒有限制一定有多少 不過應該是有建立關係 就是譬如我拍拖呢 就說好 我們勤求神的心意 那我們各自祈禱 我們半年之後再見 就是在半年之後再見 我們一半年是 即是相見的時候 是很難建立的關係 怎麼溝通呢 那一定是有一個 溝通的時間的 那還有要處理的時候 又是說 我想抱歉一個問題 有沒有時間呢 那當有一些做得好的時候 處理好 有欣賞和慶祝了 那然後呢 有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平靜下來 然後才要處理的 那都是跟結婚那個類似的 好了 現在這裡簡單講講 這個婚前 那個輔導的過程 一起讀 第一 是否神指義 第二 二人想結婚的原因 為甚麼想結婚 第三 解釋性結婚的group 第四 建立自己成為理想的配偶 第五 由離婚之前的弱 第六 愛的心態言語和行動 第七 請兩人處理一些關係上的問題 第八 溝通關於將會面對的各種事情 即是有些面對的事情 第九 回家後已經做的事 就是這個 就是說在婚前輔導 其中要做的事情 其實不是一次做那麼多事情 就是說所有的婚前輔導 都可以包括這些事情 從而永遠 遵守 兩人 二人 一位 二人 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